知道我看起來 這四行公道對臺灣一點幫助都沒有 是周董臺灣驚求國際社會去路 只剩像四六九頭一樣 所以我在這裡最後還要再次勸勸 勸勸我們各位富老鄉親時代 我們明天知道 無論氣候如何 無論我們國家不行 我們一定要出一個牆手 把手抬起來 來把這四六九頭刮過好不好 好不好 明天公投就是大家要一起決定 大家要一起面對結果 這就是全體國人同胞 來為國家做決定 為政府政策做決定 但也就是每一個人都要承擔後果 明天做國家主人 為國家的未來做決定 好不好 好 好不好 好 拜託大家四個不同意 台灣正有意 接下來我要講的 是要對那些還沒有打定主義 還在猶豫的朋友 我要再一次的說明 希望爭取到你們的支持 這些還沒有做決定 還在猶豫的人 很可能是因為他們對特定價值的堅持 也許他們珍愛藻礁 重視生態保育 可是我也要請你們理解 政府並沒有因為要發展經濟 依舊不顧生態環境 現階段的三階方案 是能兼顧生態保育 又能夠減少南電北送 降低中南部的空污 同時 在再生能源上 在發展的階段的這個時刻 第三階收站 也就是三階 能確保我們供電的穩定 支持經濟發展 這是一個雙贏的方案 接下來 我要向對於核電 有期待的朋友說幾句話 或許你認為核電是一個能源選項 我尊重你的看法 但我也請你聽聽 我想告訴你的話 核四絕對不是選項 重啟核四 更不是我們走在能源轉型 走向未來安全 捷徑可靠 合乎成本效益的供電選項 核四機組老舊 供應商不復存在 重啟核四 將耗費拒之以及十年以上的時間 而這些時間跟金錢的資源 我們可以用在具有未來性的能源開發上 技術每天都在進步 我們應該投資未來 而不是回到過去 大家說對不對 2018年的經驗告訴我們 常常的投票隊員 不會省下大家的時間 邊投票邊開票 也會影響到選舉的公平 我要提醒大家 這是因為這一次公投和大選是分開的 今天我才能在公投前的最後一場的說明會 依然在這裡一字一句跟大家解釋 講道理 說服更多人來支持四個不同意 如果這一次是合併選舉 無論是地方首黨的選舉 還是總統加國會的選舉 激烈的選情 對人對黨的喜歡與不喜歡 一定會影響我們對事情的判斷 所以我們讓公投歸公投 選舉歸選舉 我們的責任是讓台灣的民主更優質 讓公民手上的每一張公投票 都是經過完整思辨的過程 才決定如何行使的關鍵一票 大家說對不對啊 這一次公投 最具挑戰性的議題 就是美豬進口的議題 開放進口並不等於消費者的選擇受到限制 消費者仍然能夠自由的選擇 自己喜歡的豬肉草莓 我們也希望加入CPTPP 這個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協定 很多CPTPP的會員 都表示歡迎台灣 但是他們期待台灣 能拿出決心 克服困難 打開市場 遵守國際規則 因此他們也都在看我們 如何解決美豬這個困難的貿易問題 無論是台美的FTA 還是CPTPP 都是台灣要擺脫被孤立的重要的布局 美豬進口 就是關鍵中的關鍵 多一個人的支持 我們就多一分力量 三間和四美豬 攻投綁大選 這四項攻投 都是影響未來國家重大的政策 明天我們要投 四個不同意 台灣更有力 四個不同意 台灣更有力 CM我同意 台灣更有力 台灣更有力